听众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听收看 BOA卫视4月19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许波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 美国之音的特别节目 美国之音专访中国新闻焦点人物 郭文贵 这是郭文贵首次在海外 直面自由媒体接受采访 敬请大家关注 好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 川普政府日前 对朝鲜明确表明了一种 更加严厉的策略 表示在长期遏制朝鲜和野心方面 对平壤毫不妥协的态度 已经失去耐心 美国副总统彭斯 星期三在日本美军航母上说 那些想挑战我们决心 或者准备状态的人应当明白 我们将击溃任何进攻 对任何常规或核武器的使用 美国将做出压倒性和有效的回应 此前彭斯副总统星期二 在东京宣布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之前 美国不会善罢甘休 更早前彭斯在韩国首尔表示 战略忍耐的时代已经结束 映射的是奥巴马政府更为低调的战略 彭斯对东北亚访问之际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迈克马斯特中将 告诉美国广播公司 对于朝鲜问题不排除任何选项 但是迈克马斯特表达希望 不需要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 川普总统最近发推 指称平壤政权是自找麻烦的威胁 川普同时狠批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说 我担任总统最初的这90天 已经暴露出过去8年的外交政策的彻底失败 台湾总统蔡英文谴责包围立法院过程中的暴力事件 参加抗议活动的人士 希望蔡英文政府听到他们的声音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 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下午 对全国民众发表讲话 谴责围攻立法院过程当中的暴力事件 报道说有抗议者以暴力方式 其中包括泼水 阻拦一些立委 部会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进入立法院 参加议事活动 并且同警察发生扭打 一些听证会被迫推迟 有报道说 上午一共发生了13起暴力事件 蔡英文总统在总统府说 没有人喜欢蛇龙和巨蚝 但是我要拜托大家忍耐一下 这些不方便 是为了让年轻改革的法案 顺利地进入审查的程序 我们绝对不能放任以暴力来拖延改革的角度 所以今天上午 以暴力方式阻止地位 官员及相关的人进入立法院开会 有脱续的行为 警方直接会远拜 星期三上午 立法院被围得水泄火通 进入立法院非常困难 只有铁丝网中狭窄的一条通道 可以进出立法院 会议期间院外的高音喇叭 压过室内的声音 台湾全国教育产业工会 秘书长刘亚平 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军工教是国家的受雇者 我们是国家依据法律聘用的 给予薪水跟退休金 今天无良雇主毁约背信 执政无人全民遭殃 政府以破产没钱的理由 就要删减我们这些受雇者的退休金 这个国家不能说民进党执政的 要乱搞就乱搞 要乱来就乱来 这国家一个政府 如果没有诚信 如何当政府 只有一个问题 会不会出现暴力事件 我跟你讲 我们不排除那个可能 现在改革还没有实施 当你改革之后 让有些军工教 原来安定的生活 活不下去的时候 我不知道人民活不下去 会出现什么行为 都有可能 这个政府要为这些行为的出现负责 与此同时 蔡英文在讲话当中 呼应民众给政府机会 她还说 长年积压下来的年金改革问题 是前政府留下来的难题之一 美国之音记者深华台北报道 中国外交部今天证实 国际刑警组织星期二发布红色通报 通缉目前在美国的中国商人郭文贵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 有记者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证实 中国政府要求国际刑警组织 对郭文贵发布红色通报 并询问郭文贵涉嫌犯了什么罪 陆康回答说 据我们了解国际刑警组织 已经向犯罪嫌疑人郭文贵 发出了红色通缉 红色的通缉令 也就是红色通报 具体有关情况 你可以向有关部门去了解 郭文贵是中国最富有的商人之一 2013年离开中国 今年早些时候 他曾两次接受海外中文媒体的 网络实况采访 透露中共高层官员及其家属 贪腐情况 美中两国目前没有引渡条约 好 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是美国之音特别节目 专访郭文贵揭秘中共高层腐败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秘富豪郭文贵 这是郭文贵首次在海外 以面对面的方式接受专访 美国东部时间4月19日上午9点整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美国之音进行现场直播 出于对安全的考虑 郭文贵先生的专访 将在一个不公开具体地址的地方举行 郭文贵向美国之音承诺 他将带来核爆级别的爆料 没有人知道郭文贵的爆料 将指向哪个层次和级别的中共腐败官员 美国之音将以卫星电视 无线电广播 官方网站 脸书 推特 YouTube 等多平台联机直播专访实话 新闻有好有坏 美国之音直报道真相 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中国外交部表示 国际刑警组织已经向犯罪嫌疑人郭文贵 发出了红色通缉令 那么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 美国之音就来专访这位新闻焦点人物 郭文贵 这是郭文贵首次在海外直面自由媒体 接受采访 出于对郭文贵先生安全的考虑 美国之音的采访在一个保密的地点举行 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 率领资深记者团队 对郭文贵进行专访 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特别专访节目 专访节目将在美国之音卫星电视 无线电广播 美国之音官网 美国之音脸书 推特 YouTube等多平台实况现场直播 美国之音是一家美国政府资助的独立新闻媒体 我们不接受任何团体私人和公司的捐赠和赞助 我们对郭文贵先生进行专访的目的 在于揭露事实真相不涉及任何利益的交换 美国之音采访的对象 以及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新闻有好有坏 美国之音只报道真相 VOA卫视呢 今天无法接受各位听众观众的现场电话提问 我们欢迎各位把您的问题 刊登在今天的YouTube 现场直播的聊天室里 好下面我就把时间交给采访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 龚小夏和东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龚小夏 今天在这里 美国之音专门采访中国最近的一个焦点人物 郭文贵先生 郭文贵先生最近不断的 爆出关于中国政坛的一些 应该说是猛料 在政坛上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 也成为中国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事件 今天跟我坐在一起的是我的同事 东方 东方曾经是美国之音驻北京分社的记者 他对中国事务非常熟悉 我们今天来欢迎东方 我们来欢迎郭文贵先生 郭先生您好 小夏 你是东方先生 你们好 VOA的观众好 我是郭文贵 还有我要先向我的推荣的问好 下边我先交给东方 不过我预先要先说一句话 是那个 郭文贵先生在节目上说的话呢 他的立场和他的爆的料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那么我们也欢迎在事件中涉及到的任何个人 任何事件的相关人士呢 他们也到美国之音在同一个平台上来 我们给予他们同样的平台 同样的这个一些相关的时间段 来为他们自己的行为和为他们自己所受到的一些可能一些指控 来进行这个辩护 非常希望呢 中国官方呢 也能够在我们这个平台上 给大家进行一些解释 东方 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各位网友 大家好 我是东方 我们以前呢 是美国之音 驻北京分社的记者 那么很高兴这次 龚小夏女士呢 邀请我和她一起来组持这个节目 我们知道龚小夏女士呢 是美国的专家 写过多本著作 那么我又在北京待了多少年多年 那么对北京的政坛 政商勾结的情况 北京腐败的情况 北京的民怨 这个都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很高兴呢 能够辅佐龚小夏女士 一起做这个众所瞩目的专访 就在这次专访前夕呢 我们突然听到了 就是昨天夜里 中国公安部突然对 郭文先生发出了红色通级 也就是红色通报 也简称为红通 那么外交部呢 也对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 做出了回应 我们下面先看看 我们刚刚从北京收到的 外国记者 这个北京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 关于郭文贵这个事情的 这个问答对话的实况 据我们了解 国际刑警组织已经向犯罪嫌疑人 郭文贵发出了红色通缉 红色的通缉令 也就是红色通报 具体有关情况 你可以向有关部门去了解 那么这个郭文贵到底犯了什么罪 对他进行这个红色通缉呢 据南华早报的报道呢 是说他涉嫌行贿 特别是涉嫌向马健 就是前中国国安部的副部长马健 行贿6000万元人民币 折合872万美元 872万美元 这个数字呢 也是相当的庞大 那么为什么 这个行贿的事件 大概发生了很久了 为什么到现在才 这个对他发出这个红色通缉呢 小夏你怎么看这问题 我想这是不是跟美国之音 这个直播有关系 因为我们在上个星期五公布了 我们要直播对郭文贵先生的采访 之后呢 我们也接到了 就郭文贵先生 据他自己说 他接到了大量的这些上边有关的一些 一些人的来的打招呼和压力 那么星期一呢 我们从这个官方的渠道 根据北京一些官方的渠道 就得到消息说 大连市公安局 已经对郭文贵先生 正式进行 签发了拘捕令 这个事情呢 我们想听一下郭文贵先生 先对这个事情有什么反应 好谢谢 郭小夏女士 东方先生 这个今天坐在这个 VOA这个现场直播节目呢 文贵还是非常的感慨良多 我首先要向我的所有支持我的推友们 还有VOA的观众们问好 我也知道很多人呢 昨天晚上都没有休息 一直在关注这个节目 能否顺利的播出 今天我们能坐在这里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首先我对所有为此努力 还关心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现在回答这个小夏女士和郭文贵先生的这个问题呢 之前我应该先自我介绍一下这个事情的来龙气脉 这个红色所谓的红色通缉令 这个是在我2015年1月10号上百个特警进北京 到我抓捕了我270的员工和我八个家人 边控了3000多上一个的3000多人的员工的这个情况下 一直到今天已经三年了 这个纪委家公安的专案主 在办案过程当中 对我的家人和员工的虐待 可能在明镜一期和二期大家都看到了 那么在三年以后发出了红色通缉令 又恰恰是美国之音 公告了我们这个直播节目的三天后 也是我在推特上这个公告的大概是三天后 这是非常这个有意思的 那么据我所了解的红色所谓的红色通缉令呢 它有三个必须的条件 大家可以到这个红色通缉 这个国际这个刑警网站上 第一个他必须和当事人有直接面对面的沟通后 他才可以发红色通缉令 那么第二个一定和所在国犯罪 和他的真实身份 真实的这个资料核实后 才能去发这红色通缉令 那么第三个就这个人的犯罪事实 必须清楚 他只具备了一个通报的体制 他不是一个国家的这个执行机关 他只说白了 就像我们中国的农村里边一个播音员而已 他没有执行权利 而恰恰是在美国之音 要这个进行这次直播采访的时候 这几天来我们过得很辛苦 这个也很兴奋 因为辛苦的事情 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多朋友都要说服我们不播这个节目 同时也有很多人鼓励我们播这个节目 那么这个非常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很多人威胁我们各种威胁都有啊 这个我在这不依稀说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官方第一次站出来 来对郭文贵的案件进行了答复 这个是让我很高兴的 因为过去三年来都是我一个人说 从都是造谣通过财新杂志博讯 来造谣来关于郭文贵的信息 这是终于有了官方的这个回答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还得很感谢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红色通缉 就是所谓的红色通缉当中呢 这个所涉及我个人信息 护照我没有身份信息没有 犯罪的所谓跟马剑副部长的这个行贿六千万 这完全是虚造的 因为我现在不方便这个公布的 就是在2016年12月份的时候 我和中纪委和政法委派来的代表 在伦敦有过三次见面 这三次见面当中都谈到了很详细的 所谓的马剑的案情 必要的时候我会公布着享有所有的细节 这和他所有说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马剑副部长的当他的案情公告之后 你们就明白了 这是一次完全的想阻止美国之音的播出 进行的临时的一种威胁 和临时的非法的这么采取的措施 这是让人很非常意外的 在这个红色通缉令上写的是 您是1967年2月2号出生的 您住在北京市大兴区 那么这个户籍所在地是大兴分局 一个派出所这么一个地方 这些事实 第一的是不是准确的信息 绝对是不准确的 这个身份证的信息和这个护照的信息 应该问有半证机关局 和郭文贵有什么关系 郭文贵从来现在没有使用过这个身份 而且我要向您说的事情 郭文贵已经二十几年 近三十年没有使用中国任何身份 而且我现在持有是外国国籍 这个所以我很惊讶 外交部和大连市公安局 所谓的通缉令当中 竟然对我个人信息不加以核实 后来昨天我也听到了 因为三年来 他们一直想做的事情 就是想这个威胁我不去爆料 要回他们所谓的担心的视频 还有腐败官员的资料 那么同时他们也想这个 搞红色通缉令 但是经过各种审核 我不具备被红色通缉令的所谓条件 现在就要问您是 您那个个人身份 您说您持的是外国护照 能不能告诉我们的听众观众 美国的护照 我现在能说的 我现在是美国居民 我持有中东国家的 其中的这个三个国家的护照 我持有欧洲国家的多个国家护照 我大概有11本护照 而且我大概将近28年 没有使用这个中国护照 中国公民 这个我非常惊讶 他发出这个东西来 所以昨天我看到以后呢 我真的挺开心的 因为我们对这个 他们要准备的 所谓红色通缉呢 我们已经实际两三年了 都有心理准备 一直希望他们发 而且红色这个通缉令呢 这个效率 我们都进行研究 我的律师团队 这个中国政府 这花了这个6000万美元一年 拿到了这个国际信用组织 秘书长的职务 就是为了阻止 中国老百姓 掌握他们腐败信息人 到海外来爆料 这就为什么 我在明镜第一期说的是 不要把他们理解为 所谓的网控 信息控制 是为了 所谓的意识形态 绝对不是 就是为了掩盖 这些贪官污吏 还有盗国贼们 这个拿走了中国老百姓的钱 这些丑闻不被爆出 现在我有一个问题 完了做东方 又还有问题 我一个问题就是 现在美国警方 有没有跟您联系 您说您跟美国警方报过案 您曾经跟纽约的 这个检察官 什么有这个案件 那么红色通缉令 发出这台美国警方 有没有跟你联系过 在这个2015年1月10号之后 发生这件事情 我大概是1月12号 16号到达美国以后 FBI和CIA都跟我接触过 那么现在当地的警方 也都一直都保持联系 就是我们现在门外的这些 这个你看到的保卫人员 很多都是美国的这个警察 还有退役警察 还有的是他们的官方人员 当然我们一直有联系 这个其中 我们现在我们这个保卫团队 就有三个人 是跟国际刑警组织有联系的 国际刑警组织是个松散组织 它是中国这个政府 拿来吓唬这些老百姓的 这对待我这人 实在是他非常的低级 很庸俗 任何有知识 有常识 就问问什么 我的保安团队你看到三个人 全都是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成员 给钱我就给你工作 他就是个招聘的国际保安 他不具备任何职能力 为什么在这之前 在我们这个节目之前 搞出这样低级用手动作 这个国家机器 已经不会国家服务了 不会人民服务了 成了某些人掌控的一个恐怖工具 所以说这个今天发这个 对我来讲真是很大的鼓励 最起码让很多人看清 这件事情的本质 他如果没有这个腐败 他不会恐惧的 他不会害怕的 他们的恐惧害怕 就说明他们怕我说实话 所以说这个美国阵营 今天顶住各方压力 我对你们必须表示尊敬 谢谢光雅夏女士 谢谢东方先生 谢谢所有的VOA的 后台的工作 所有人员 压力是您顶的 我相信 郭文雅先生 你刚才通过你刚才讲的 我们可不可以得出这么一个期待 我总结一下 就是您现在是外国的居民 外国的公民 持有多国的护照 甚至还有外交护照 您已经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了 百分之百准确 那么也就是说 中国的有关部门 就是来起诉一个外国公民 用红色通知 还不仅仅是这样 我那个身份证件 我是被当时是国家安全部 已经发公函给注销了的 他今天又拿出来 要拿这个身份 再来说 还更重要的事情 我未来我要讲讲这个护照 这个六七年二月二号的护照的来历 这个来历就很有意思 因为当时是国家安全部派我出去 跟有包括达赖喇嘛先生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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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其他的国外的一些领导 一些国家 联系一些这个敏感人士 给我办理的 我想用都 他都不让我用 后来给我注销了 这是为什么 他们这三年来 一直想边控我 这个这个所谓通缉我 他拿不出合法的罪行 也没证据 然后也在证件上 他是完全不合法的 这个国际行政组织 我是一定会告诉他的 我今天可以告诉你们 我会拿十亿美元 我来去告这个国际行政组织 我一定要把这事情告明白 他完全是犯法的 因为我不是这个身份 而且这个事实也不符合 刚才郭文贵先生说了 很多关于国际行政组织 红色通缉令的问题 我现在再说明一句 美国之一 现在目前没有办法查证 因为我们正在这个 正在这个采访的现场 但是呢 我们日后会去查证 我们会去找国际行政组织 会去看看 公布的资料是什么情况 那么这里头 我下边有个问题 觉得很有意思 您刚才说到 当年您那个身份证 是国安部跟您做的 后来国安部有取消的 那您跟国安部 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这个在推特上 有一位张立凡先生 也是美国之音的 这个评论员 他说过一个很准确的 就中国安全部 对一些很多 有影响力的商人 或者可以利用的商人 他们叫做商业挂靠 就是让你去干啥 你干啥 当然不会让你去搞情报 杀人去 任何人把我们这种人说 商业挂靠 说是特务 这是无知的 因为他们不会相信你的 他只让你拿钱 还有利用你的海外资源 给他办办事 像我呢 就是到海外联络一些敏感人士 帮助他们建立一些关系 仅此而已 所以他们为我办了这个身份 这个里边很有意思 海外的敏感人士 什么类的敏感人士 还有咱们的民运人士 这都是属于敏感人士 您去跟达拉喇嘛联系过吗 我们多次见面 这是受国安的委托 国安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委托 而且我又 达拉喇嘛 我本人见过很多次面 而且为这个事情 达拉喇嘛本人写了一封 很重要的信 这个信的原件还在我这里 写给孟建柱书记 和习近平主席的 这个事情是一个历史性的 当然后来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在VOA 把整个这个 包括有视频啊 我们有一个很棒的视频 还有这个写的原件信 我可以在有这个公布 我们也现在就说 郭文贵说的 先生说的这一切 非常非常有意思 我们也希望呢 下边能进一步进行求证 那么我也希望您能够 每天给我们出示您的视频 和这些信件 那么这个红色通红色通缉令呢 我刚才注意到 你说的这个红色通缉令 出的这个时间点 这个英语说叫 他们呢 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美国之音的北京分社呢 就在两天以前 北京分社的社长 被中国外交部去约谈 然后给他说了 就是专门提到了 我们对你这个专访 我们对你这个专访 问是怎么回事 另外呢 说你是一个 涉嫌犯罪嫌疑人 我们给你一个平台 让你在这个单方面的 one sided的 然后说 对中国官员进行指控 进行一些毫无根据的指控 这对 是会影响我们的公正 和这个客观的 这个新闻原则 那么 中国外交部 对你这个case 都这么关心 我想到了 这一定是 其中一定有一定的原因 我们当然也希望 你所指控的那些官员 能够有同样的时间 坐在我们这个眼眸室里 对你所指控的一些东西 进行说明和辩解 但是这个时间点 然后就说 你已经在大连被批捕了 我不明白 为什么在大连批捕 你不是北京人吗 我也很奇怪 这个 因为这当时纪委家公安的 关于盘古涉嫌 黑社会 组织黑社会的罪名 到抓捕了我们八个家人 270个员工 3000个员工的边控 封锁了 封闭了 查封了1200资产 是北京公安局 还有当时的公安部 常务副部长 傅振华 和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 江良栋 城里的专案主 对我们这抓捕和办案 后来在一年后 由于上层领导 其他各方面原因吧 放到了大连市公安局 由副市长刘乐活 兼公安局长 组织了专案主 那么这个情况呢 是他们有这个权利的 这个司法上是可以的 但是呢 我跟大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所以这次呢 他只是大连拐辖地的问题 刚才您说到这个 外交部约见你们 包括这个 让你们不去发这个事情 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即将要爆料的人 他有指挥外交部的权利 他是真正的害怕 他贪腐 所以这点上 我觉得你们VOA今天 应该感谢郭文贵 你们很荣幸 真正采访的是一个 有这个爆料价值的 那么符合VOA这个价值观的 这么一个人 郭文贵 同时我觉得你们 应该感谢外交部 因为外交部这样 对你们来做呢 考验了你们的意志 和你们的价值观取向 这件事情会继续下去 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样在您说到 您的爆料之前 能不能先花一点点时间 给我们解释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因为您的中国生意 做的虽然很大 但是您毕竟是一届平民 而且现在我们知道 您是一届外国平民 那么您有什么能力 能够拿到这么多 这些猛料 为什么您能够跟 中国的这么高层的官员 有这么多的来往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您家里的人 您说家里的人 很多人就被抓进去了 员工被抓进去了 您能不能先谈一下 这个情况 好 我为了这个 不占用大家时间 我简单的说好吧 这个所有的这个 我能得到的信息的 根本非常清楚 我认识一个 安全部的副部长马健 他是过去18年来 唯一的代表 共产党中国政府 查处腐败的 技术侦察人 所以他掌握了 巨量的信息 后来由于他担心被害 还有他这个行动处长 叫高坤先生的 高坤是个警察 安全的人员 已经在专案主 被他们给搞死了 已经死了一年多了 对 但是这些东西呢 这是我得到信息最多的 第二个由于当时 安全部马健副部长 和我的关系 我也认识更多 中纪委的人员 由于刘志华案 包括国安的人员 在盘古有一个 他们的办公室 行动组的办公室 那么就是查处腐败的 就是今天 王岐山书记 孟健书记干的事 和傅振华干的事 也就是说 国安部查处腐败的办公室 是在您的大楼里头 对 在我大楼里面 那么在这个办公室里面 当然了 我得到了很多这样的信息 再一个就在 这几年腐败当中 是以黑反腐 以贪反贪的时候 很多人就把料给了我 因为我在国外嘛 另外一个 我亲身的经历 很多跟官员打架的 很多人把料给了你 是国家工作人员 很多人把料给了 他都是国家工作人员 也就是说 他们在您的那个大楼里工作 有办公室 就因为这个关系 您跟他们认识 对 而他们就通过您这个渠道 把很多资料给了您 是的 小夏女士 还有一个就是更重要的 就是说 这有很多事情 我都是知道的 而且是我亲身经历的 而我现在要报的料呢 第二个原因 就是很清楚的 我的家人 就是说 我家人被抓起来呢 原因很简单 查了三年都没有罪嘛 就第一次抓的时候 把我几个哥全抓走了 然后在一年后放出来 我的四个哥哥 我的四个哥哥被抓走了 那么抓走以后呢 给放回来了 这一年后都放回来了 那么在2016年12月份出的时候 又把我的四哥和六哥 还有我女儿又给抓回去了 后来我女儿放回来 我四哥还六个还在里面 我原故在里面 还在里面 有没有受到酷刑啊 那是这个 一会我们可以看看照片 我的哥回来的时候 这个一年多的时间 已经是变形了 这个整个人都是 都几十斤嘛 头发都没了 多少钱了 这个我们的员工一样的 就是女性受到了虐待 男的带着脚料 被在地上 折腾了一星期以后 让他当面就手淫 叫他们看 女员工呢 被五个警察 给按到墙上 让他收身 然后呢 实行了凌辱 我的哥哥 大哥二哥 还有这个 我的四哥六哥 就回来的时候 你可以照片看 整个脸都是变形的 整个人都脱向了 然后回来以后就是傻的 那么后来 这回来一年以后 就是去年 又把四个六个又抓回去了 抓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这个我其中的哥 还有我那个赵广东副总啊 在关那个副总经理 叫赵广东管保安的 当时就给了 傅政华的弟弟 和傅政华第一笔钱 他是给钱的人 和当事人 所以他想灭口 就把他给抓起来了 那么我希望今天 我的爆料当中呢 会涉及到这件事情 那么我的六哥郭文存 四哥郭文平还在里面 我的副总经理 赵广东也是当时的当事人 还有我们的这个 吕副总啊 吕涛副总啊 还有杨一副总 是当时是取钱的 拿钱的人 所以他们指挥的办案呢 不是要查这个行贿 和反贪 是要查当时给他们钱的 要灭口 这是我今天爆料的主要原因 那是我就总结一下 您刚才说的就是 他们原来 您跟国安关系 是非常近的 那么您手里掌握了 很多材料 他们也找您要钱 之后呢 完了 为什么忽然之间变了脸 把你全家都关了进去 这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逻辑不是 因为他们很简单 他不抓你家人 你不听他话嘛 他怕你跑了嘛 还有一个 他最终他要灭口 他不要让 他就说我把你家人抓了 我要让你去替我去办事 把钱给我 接下来呢 因为这人被抓了 就是个绑票行为 你必须听我指示 说今天那个 我下机下台 我爆料当中呢 就是傅振华先生 是在他通知我 我是要离开的 而且他告诉我 他是要 我是在马建 被抓之前一年就离开了 八个月就离开了 他说要抓马建 年1月份 1月10号左右被抓 1月15号被抓的吧 这是2016年12月30号 中纪委的网站说 前中国国家安全部 那那是中纪网站 他是2015年1月份抓的 他这个挺有意思 他说 他这个罪名呢 是审查转移 藏地涉案的财务 不按规定报导 自己的房地产 违规为家属办理证件 有一个可能 与你有关系 就说他利用职务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 收受巨额财务 涉嫌受贿犯罪 而且18大以后 人不收敛 不收手 性质恶劣 情节严重 这个现在啊 外交部说 就是你和马建有关系 这完全是 说是你和马 你相对 栽账陷害 这个人事情很好 他不说 我告诉他都没法告 他说了我特别开心 我昨天看完以后 我最近没睡那么好觉 我昨天看完 倒了就睡了了 特别开心 因为他不说 我告诉他是没有办法的 现在这个很多外国 关注的政府呢 对这个事情 一直在关注 因为中国政府 没有发声 他这个说法 给我留下了证据 马建副部长 还活着呢 我有没有的行费 是要通过证据 和法律事实的 这个我们在这 不必讨论啊 这个我们会用事实 说话 我记得刚才跟你说这个 就是安全部 这个掌握这个信息啊 就他为什么又这样又突然改变呢 很简单 他们真正的目的就是要灭口 要我手中掌握的证据 包括今天我这个要展示你们的是这个我和傅振华先生的通话 我想你们要看到傅振华先生 作为一个全国的反弹的专案组组长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 那么他让我干什么了 而且是干了什么 我觉得你们应该看看这个 这是我今天谈的主题 接下来我们再谈了这些其他的背景的故事 我先想就谈两个 因为昨天咱们 预先也是采访过您谈两个 第一个问题呢 您是说到 他收受了您五千万美元 您有证据 有他跟他对话的证据 是这样的 不是要这个严格这么说 他让我给他五千万美元 我也答应给了 但是必须合法的给 在有这个讨论的过程 他在我这没有拿到五千美元 他在国内他拿走了一百五十万 这是事实 就在一星期前 我们酒店呢 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说这个一个人说 我跟你们正在关押的赵广东副总 三年了已经 当时就送钱是他参与者 说这个我跟他签了个合同 说给你一百五十万美元 我给你打过去 你给我个账号 我们的财务就给我发信息 说这个郭先生怎么办 我说你千万不要收这个钱 赵广东已经被关押三年 怎么可能一百五十万美元呢 这说明就是傅政华和他弟弟 想把钱所谓给退回来 你看他们这个所谓查反贪的人 多么欲盖于一张 你把钱退回来 掩盖不了你的犯罪事实 但是他还是就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要这么做 为什么 他是有恃悟恐 他要向中央的领导保证 我没有收这个钱 我退回去了 但是这符合法律吗 这当然不符合 所以说今天我们爆料当中会提到 他向我威胁我 敲诈我五千万美元 而已拿走了一百五十万美元 他敲诈您这五千万 咱们不管是美元还是人民币 他是用什么名义来敲诈 怎么说的 这是怎么给 因为这里会谈到 这个只要我给他五千万美元 他就可以保证我家人安全 把我员工放出来 把我家人放出来 把我哥放出来 把我妻子女儿放出来 还有就保证我资产安全 另外一个就是我要帮他查一些资料 特别是要查 这个这其中一会儿 我们会谈到这个背景资料当中呢 因为今天 因为我们17个小时的这个语音监记当中 剪辑42分钟 由于你们美国之音不接受 这42分钟太长了 时间问题 后来我们就是做了一个剪辑版 短一点的 我先说一下这个背景 就刚才您谈到的 我想先问一下 这个背景整个是 就是时间地点人物 就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什么地点发生的 什么人物参与了 前后情况怎么回事 您的证据是什么 这样的这个小夏女士 首先的是2015年1月10号 是他们进行抓捕的 在这个抓捕之前 就2014年 大概在8月份的时候 傅政华的老弟 就开始跟我的六哥 还有我的那个副总 就是赵广东开始接触 通过一个大层的派出所的前所长 姓赵的 全名我都不知道 然后呢就说 马剑要被抓 然后呢你们老国家肯定完了 我可以帮你摆平 然后呢这个你就得给我钱 但是当初还没有说那么细啊 后来在朱县来往当中 发现了说的是事实 后来就是我们跟李友发生了纠纷 北大证券 在发生纠纷营的时候 我能帮助你把李友的事情给摆平 然后你给我5000万美元 然后呢我就答应了 我说要用捐助的方式 就在这个时候他拿走了150万 我是美元是美元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没问我只知道给他钱了 那么给他钱以后呢 后来就真的是1月10号 不是马剑副部长也被抓了 我们全家员工都被抓了吗 然后呢 这时候抓完以后就提了条件 我不但能帮你把李友的事摆平 我还可以把你家人给你放回来 但是你必须要帮助我办事 查人的资料 因为我在安全部就是挂套的商铐的时候 其中有个就是他们老给我个任务 在海外找那些私人调查公司 查阅海外的反贪官的一些资料 我有这个角色 而且做过很多贡献 未来我们也可以谈这方面啊 那么在进入那个题目之前 我们先再把这个事情的澄清一遍 是不是原来因为我这个逻辑对不对 您原来您的靠山是马剑副部长 应该是 他是我的领导 不叫靠山 他是国安会 您又不是国家工作人员 怎么能是领导呢 中国有这个体制 就是商人和任何人 只要安全部选定了你 你必须是听他的指示 所以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就是合法 就是合理的说 您原来是中国安全部的工作人员 那绝对不是 这个你 这样你个千万不要误导 我一步在编 二步拿工资 我只是一个商业关号关系 未来我会出去 安全部曾经为我们出货的函 他函 安全部函明确说 这是我们社会的工作关系 所以您等于是一个社会关系 他们给了您什么方便 有什么样 比如生意上给了您什么方便 这个未来 他为我出货很多 安全部出货函 就是协调单位啊 帮助你办事 但是事实上 我可以负责是说 安全部的函在国内没人理 这个问题 没有任何帮助 包括刚才说到马建这个部长 这个六千万 说有个银行 116的时候 他根本不顾事实 我那是2010年发生的事情 我认识 那是2001年发生的事情 我跟马建副部长认识是2006年 我现在要问清楚的这个事情 这前后的关系就是 是如果您跟安全部有这个 是安全部是您的保护是咱呢 还是安全 您是安全部的敲诈对象 不是 完全敲诈对象 因为我认识安全部是在这个当初查刘志华案的时候 他是 我是举报人 他是领导我去查找证据的举报人 举报完以后 我是当时还做了一个叫做戒免训令 给了我法律处罚 然后说从现在起 你的安全各方面我必须监控你 我是被监控对象和被敲诈对象 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们就回到刘志华案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 跟刚切入刚才您要说的这个各种爆料的问题 那么刘志华我们都知道 他有一些视频 是嫖娼的视频 就是这样 他现在这个人还在牢里 那么这是您是举报人 您为什么会是举报人 谁让您举报 还是您为什么要举报 我当时我盘古大官的项目 已经建到一半了 他以建奥云村建设 这个这个这个所谓的规划 不合乎规定为名 把这个楼强行 没跟我谈过一次拿走了 然后就给了他女朋友了 大家从案情都看得出来 然后他当然是贪官腐败了 我就到处告状啊 在告状当中 纪委和公安说 那你提供证据吗 我提供了文字资料 照片他们不要 他要视频 后来就是两年的时间 公安纪委天呐跟着我 带着我录这个刘志华视频 是安全部录的 是纪委录的 最后让我戴了这个帽子 就把刘志华给抓了 从那以后我也就被他们给控制了 我也就被他们敲诈了 这是为什么用我办公室也不付钱 让我到海外调查 我管见达里喇嘛的飞机费用 我就花了三十多亿 他从没给过我一分钱 如果我是安全部的工作人员 应该给我办公经费啊 我从没拿过国家安全部一分钱 所以说我是被敲诈 被勒索 被监管的关系 所以回头来说到 我们今天的爆料当中 就跟这是有关系的 因为这个事情的延续 他就说那你 郭文贵有这个能力 在海外国际上 继续帮助我们调查有关人 就是海外调查公司 所以他要求我 傅政华说 你帮我调查这个资料 其实很重要 我希望一会儿 我跟你们出示证据和语音 他说是他代表习近平主席 我当时我两次向他确认 我你代表的老板 是不是习近平主席 他没否认 但是呢 他就给我下达命令 说这个先让我查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王岐山书记的 他家里边姚家 就是他太太的家族 这个整个姚家 就剩了一个男性 就叫姚庆 王岐山家里边 没有男性遗传了 说他家唯一的就是男性 再有王岐山的夫人 叫姚明山 还有姚明端 他的妹妹 让我查王岐山书记 和海南航空的这个事情 而且说王岐山的书记的外甥 持有海南是股份 现在我们要再说 郭仁贵先生报的料 是他自己的料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查证 美国之音也不为这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我们非常希望 当所有的当事人 提到的当事人 都出面跟我们澄清壮苦情况 如果你们个人不能出面 用书面的方式也可以 或者用其他的方式也可以 请跟美国之音联系 美国之音的地址是330 每个330 Independence Avenue Washington DC 就330中国人翻身独立大道 330独立大道 就是非常非常容易找 希望大家 特别是被提到的当事人 能够跟我们联系 我们会跟你提供同样的平台 谢谢大家 我们现在回到 跟郭文贵先生采访 东方先生有不少的一个问题 是 那个郭文贵先生 我先 我们在知道 大家都很渴望你这个 说的核爆级的爆料 刚才呢 我听你说 你要报的是傅政华先生 是这个收受贿赂 敲诈你的一些证据 那么大家都很渴望啊 这个到底会牵涉到什么样的人 这个证据是什么样的 但是在之前呢 我想 还是想问一下红通的问题 因为这个红通 对你发出红通啊 是在昨天深夜里 发出的 中国大陆发出的 是在美国时间深夜 那么 我们 夜里面一看呢 吓得一跳 我们明天就要去采访 郭文贵 本来是个中国的神秘商人 是这个 我超喜欢这个词 中国大陆 给你灌的一个这个 这个这个名号啊 外号叫神秘商人 我们当然 我树立无像我的结果 当然我们说 你是个新闻人物 我们做采访的新闻人物 是天鹰地鹰 那么今天 现在你突然的变成了 一个中国政府 在全球通缉的一个罪犯了 那么也印证了 我不是罪犯 你不能这么说 他们也没这么说 他是 我是涉嫌配合 他叫红色通报 你这个词也得搞明白 这个你可真的 这不能这说 一个传个很可怕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就 就像外交部说的 你们采访一个嫌犯 他说话负责不负责 那么我想知道 我们想知道 他这个 他们在发出 红色通缉令的 这个 昨天这个一个深夜里面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有没有听到过 他有没有事先跟你联系过 很多联系 这几天联系太多了 我也不能出卖朋友吧 大多数还是好意的 但是我也很惊讶的事情 就我很保密这个信息 这个要报的这个资料 竟然有些人基本知道了 他们最担心的事情 就不要报王岐山书记的家族 还有海航的事情 这是他们最担心的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姚庆啊 是江湖上都知道的 是王岐山书记和姚家家族 最核心的人物 而且他是海航的 古东这个事情 大家好像都知道 我这也是很惊讶的 因为海航设计到的这个财富 过去这两三年 大家看到并购 涉及到万亿了都快啊 你说的是海南航空 海南航空啊 我们再想说一句 我们没有办法去查证 所有这些资料 而我们目前涉及 我们也跟郭文贵先生 说过所有私人 就是那个不是公众人物 在公众上没有名声的人 我们都不会涉及 我们也希望他不要涉及 如果涉及的话 我们会马上切断直播 但是呢 目前来说 他提到的人都是公众人物 这些公众人物都有机会 特别是美国基因会 给他们机会 来为自己进行辩解 和为自己进行辩护 或者反驳 郭文贵先生的说法 所以我也非常期望 他们能够上我们的节目 我们给予 我们给予他们同样的平台 和同样的时间 所以呢 这个我接着说 小贤女士 所以这个让我是很 当时让我查 我是绝对不愿意查的 这后来找了调查公司 开始核查 确实很多资料 可以一会可以放开 我跟他通话录音当中 我把很多资料 已经给了傅振华的老弟 通过了一秒 挂在了收件箱里 给了他 通过呢 这个手机传给了他 那么他也收到了 那么在2016年12月份 我见北京这个政法委 还有安全部派的领导 我见面当中 我已经将今天的 爆料的部分信息 给了他们 他们也报告了 孟建柱书记和王岐山书记 就这个事情 我今天所谓的爆料呢 是叫公众知道 他们是应该知道的 所以昨天我回答您的问题 很多领导来给我打电话 有的是 真的是常委的领导啊 这个打领导 都是非常慌张紧张啊 说这个事情你不要报 这个如何如何的 这个后来我很纳闷 因为很多人都说国家的名义 国家的形象 党的形象 我必须要先给小夏女士 和东方先生要说的事情 我不反中 不反共 不反政府 我要报的料 他是贪污腐败分子 贪污腐败分子 不能代表中国政府 不能代表中国人民 所以说我把这个问题 要搞清楚 这是一 第二个他们说 文贵你现在证明了 你是好人 你就不要再爆料了 我爆料 爆反贪和腐败分子 包括我是不是罪犯 跟他们贪不贪 贪不腐败 是完全没关系 今天你东方先生 你去杀人了 我举报你 我是杀人犯 我有权举报你 所以说我们要把 这两个问题搞清楚 我反的不是中国政府 不要把我戴高帽子 他们不代表不了中国政府 代表不了中国人民 我恰恰的是爱中国 爱人民 我检举的这些贪官 他们这些盗国贼 所以说这个傅政华 让我查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其中涉及到孟建柱书记 说孟建柱书记 跟这个当时 他的外甥的姐姐的孩子 涉及到华润的 当时的宋林 涉及到几千亿的资产 包括孟建柱书记 过去的几个情人 这都是他给我提供的信息 然后这个消息 我也报给孟建柱书记了 我要跟你们 今天美国之音说的事情是 我刚才说的事情 我已经报给了中国政府 所以你们说外交部 来找你们来主持 我是很惊讶的 因为我是先报给他们的 我说你这个事情 而且我把这东西都给了他们了 他们也都知道 跟我还有通话 有这个谈到这个事情 当然了不需要 我去爆料了 可是你没有给我回复 因为是傅政华 逼迫我做事情 绑架了我的家 所有的家人 虐待我的员工 和几千个员工的编工 查封了我1200亿的资产的情况下 我给你们告诉这个原因 是因为他威胁我 我没有犯罪 那么今天就在我们这个节目 要爆出之前 突然外交部说你们 我要红色这个通报了 红色通报 外交部议员叫红色通报 红色通报 这显然就是要阻止我们这个爆料的目的 那么说明这个爆料 是对他们是有威胁的 那我本来报的是说 傅政华威胁我的过程 可今天看来不是傅政华 本人要威胁我了 是很多涉及人士在威胁我 是要灭我这个口 那么我很希望 你们可以说 从语音上听一听 第一次就傅政华 给我打 傅老三打电话 他说我大哥要跟你通话 就把我 我是用卫星通话的 我先说说背景啊 我是用卫星电话通的 我录音的时候呢 是把外音 我拿着手机录的 所以不是很清楚 这是为什么我们整理了一个语音版 那个文字版 但是现在挂不出来 稍后呢 我希望大家上我的推特 郭文贵的推特 我呢会挂在推特上去 中营版的文字版 那么经过剪辑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傅老三的大哥 我们我不说叫傅政华 因为他说他大哥 我不知道是谁 给我通过了语音还变音 他说我这语音已经被边控了 他在通话当中还变音 我很惊讶 然后就给我下达了命令 就说要查王岐山书记的外甥姚庆 在海航持有的股份 姚明山和姚明端和王健和身丰的关系 然后利用王岐山书记 他们家里边人协调了 这个上万亿的贷款 在海外以并购的名义 向海外洗钱 然后包括这些男女关系 而涉及到几个投资公司的 基金的事情 所以说我可以通过语音 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的作为是傅政华 绑架了我的家人的情况下 逼迫我这么做的 你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这个语音 是我没有办法证明 他是谁 我知道您的声音 我听得很清楚 但是对方是谁 但是凭我们直觉判断 这很像是一个 确实是两方面的通话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确证通话对象 他的身份 所以这个我们也是 我们也是比较谨慎的 是不是 那么另外一个 您说到很多目前这些 这些人的状况 我知道纽约时报也好 那个CNN也好 都在找您 就谈有关的这个情况 那么我们也希望 完了就是直播完了之后 我们能跟您继续谈 就是这些情况 我们回去我们也会找相关的公司 相关的个人 去进行相当 就是一定程度的深入调查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 我刚想您一再提到说 他们控制您的家人 他们对您的家人 就是进行 这等于是 您出来以后 您的整个家庭 都还被扣在中国 包括您女儿曾经坐过牢 那么现在呢 他们用这控制的办法 就是他们怎么 他们就是说 过去是 有没有利用您控制过别人 那么他们现在控制您之后呢 除了您手上有的这个资料 有的东西之外呢 他们还需要什么 比如说您这1200亿的资产 谁拿走了 钱到哪里去了 谁把您的钱拿走了 这前后 这个情况我们也很想了解一下 这样 这个您问的问题 小夏非常好 这个1200亿资产 其中是一个 他们很大的动机啊 这个傅政华的弟弟傅老三 也跟我们讨论过 希望未来我们的民族证券 和方针证券 这个合并以后 这个处理当中 这个股权呢 包括他可能要拿走 一部分那个股权 这个其他也有领导提出来 可以帮我解决问题 也可以拿一部分股权 包括要一部分盘股的房产了 那么这1200亿 是这些贪官啊 当初想把我这个灭口之后 中间人诞生的另外的一个利益的诉求 这是肯定的 而且我他们 我们在这个2014年 有一个发了个信托 10个亿叫中泰信托 这个10个亿的债务呢 就是中泰信托卖给了 就是可以把债务转让的 转让了一个香港的 叫嘉年华 嘉年华吧 这个上市公司 这个上市公司的股东呢 是原国家副主席 曾庆红先生的 弟弟曾庆怀的女儿 叫曾宝宝的 那这个10个亿的这个贷款拿走以后呢 当时我们做了一个 用盘股42套工艺的房产做的担保 这42套的房产值得钱呢 在三周前做了评估 价值了58个亿 也就是说 有人想拿10个亿的债务 拿走你将近60个亿的资产 这已经走法院程序了啊 就在我上你这个节目之前 专案主进行了新的一批行动 就是法院把我们的人找去 然后亮了一个红头文件 所以你看看这个政治文件上头命令 你也别说话 马上拍卖你资产 然后包括对我的这个 其他资产威胁 包括这个找我女儿谈话 威胁啊 就是意思告诉你 你敢上这节目 那我就找什么理由可以抓你啊 包括各种领导 找了我们其他员工的威胁 给其他家人的威胁 这就很简单 他们对这个资产很感兴趣 不希望你讲出来 这也证明了就是 全国无论传说我和曾庆红有关系 这是不可能的 我要跟他有关系 曾宝宝就不继续拿我这个资产去了啊 那么更重要的事情 就你刚才说1200亿资产 这个动力呢 他是想把我家人称为灭口的 那么我现在就是我不在天真 我跟他们谈判和妥协的结果 把我骗回去 把我灭口 把家人缘工都得灭口 这也是为什么我站出来爆料的原因 现在说起来就是 昨天跟您谈的时候 您也说过 其实您是外国公民 中国的资产并不是您的资产 而是您这个家族企业的资产 对 跟我所有半点 因为我持有外国抚照 我持有中国的资产 就变成了外资企业了嘛 全都是什么 家族基金和我相关的投资机构 和基金有关系的 你扣掉您家族这么多员工 和这么多人 已经把您的财产扣起来了 对不对 对 一下面一直查封 2015年1月10号 查封到现在 那么他查封到现在以后 这个资产 因为资产本身是要 钱是生钱的 你给我清楚 我说每天 现在损失1200万人民币嘛 要就是一年 我就损失到了 大概6亿美元吧 5亿多美元吧 就是每天 现在我跟您在采访 我已经输掉了1200万了 所以说 这是他们让我破产 是让你 就跪下来的原因 这就为什么 我说我一定要强调 希望中国依法治国 因为中国所有的老板 下一个郭文贵 因为这些人利用 他们绑架了国家机器 他们绑架了 习总书记 真正的这个良好的初衷 依法治国 我在中国 我是绝对 我是非常敬重习主席的 他这个依法治国是对的 坦白的讲 中国在我出来之前 我认为中国不搞这个腐败 治理啊 不去反弹啊 中国这个国家就完了 但是有些人已经绑架了 这个 这个所谓的反腐的这件事情 所以说 在导致了今天这样的情况 你看看傅振华 是反腐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啊 这个最重要的人 那么他就在敲诈我 而且他弟弟还拿走钱 而且他竟然让我去查 王岐山书记的家人 还有孟建柱书记 如果王岐山书记的这些资料 和孟建柱 我们提供给他的资料 他们应该就核实啊 你傅振华 你有没有这资料啊 再一个 我今天给你们提供的这个 刚才傅振华的弟弟的录音 那是他原因呢 你可以听一听他 那你可以去核实啊 那么我已经几个月前 半年前就给你们了 你们完全可以核实的 那不核实 那你就是以贪反贪 你庇护巨贪 但是你查那些贪官 都是没有权利的 不受到庇护的 所以说 中国现在这个法律 已经完全被绑架 所以说我希望 你放一下这个录音 大家听一听 你说这个 刚才你说 你给他们有录音 另外他们还变声 这个录音 我们可不可以听一下 听一下 请您听一下 我们可以听一下 那个五千万美元的事 就是那个吴师大哥那个 我说你抓紧呢 在海外给我签个 就是捐款的东西 我这得干净 因为钱出不去 然后呢 上次那个三哥也拿了 这块呢 我尽快给你办 好不好 我知道 确实这个很不 这个很不清楚 他大概就是说 那个 这个这个 那个五千万美元的事 就是五十那个 你刚才说 要抓紧 在海外给我签个 捐款的东西 我这得干净 这是什么意思 你说这种 因为他要 让我要这个钱 是我说 我不能给你 直接给你钱 那我犯罪了 我贏会了吗 我说你找一个捐款鞋 捐款的这个 基金我会捐给你 捐给公益事业 他说他可以找一个 建议勇为基金 来收我这钱 在海外账号 所以说他老吹我 同时呢 吹他要的这个调查资料 而且你可以从其他 我提供录音看到 我已经把资料传给他了 然后他就要这个钱 我说你给我签个捐款协议 我再给你钱 对不起 我们现在电视时间 已经到了 就是这一小时的卫星时间 这是第一个小时 现在我们把时间交配 给华人顿演播室 然后呢 往下我们继续 跟郭文贵 这样进行访谈 但现在时间 先交到华人顿 续播 美国之音 VOA卫视专访 郭文贵特别节目 现在我们一个小时的 电视直播就进行到这里 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时间里 美国之音将通过 美国之音的官网 美国之音脸书 推特 YouTube等多平台 继续进行实况直播 美国之音 VOA卫视 是一个自由的平台 各位受访者 以及听众观众网友 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 不代表美国之音 我们欢迎有不同资料 与不同观点的人 和我们联系 也欢迎大家 把对本次节目的意见 写在美国之音官方的评论栏目中 明天时事大家谈 我们要带您一同去关注热点话题 国际刑警组织 为何此刻通缉郭文贵 欢迎收听收看 我是许波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专访神秘富豪郭文贵 这是郭文贵首次在海外 以面对面的方式接受专访 美国东部时间 4月19日上午9点整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美国之音进行现场直播 出于对安全的考虑 郭文贵先生的专访 将在一个不公开 具体地址的地方举行 郭文贵向美国之音承诺 他将带来核爆级别的爆料 没有人知道 郭文贵的爆料 将指向哪个层次和级别的 中共腐败官员 美国之音将以卫星电视 浮现电广播 官方网站 脸书 推特 YouTube等多平台 联机直播专访实话 新闻有好有坏 美国之音直播到真相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